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未必要求公布》 听《医生公》看这个节目 我是主持人丹英昌医师 听《医生公》看这个节目 是每月月日再去11点到12点播出 谢谢大家收听 共同的朋友 大家平安 我是丹英昌医师 欢迎收听 听《医生公》看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个 向我们高雄医生公 这是我们的宝贝 陈顺盛教授丹顺行教授 他是长庚医院的荣誉副院长 或是我们台湾神经科的一个官员 他还是阿兵的总统的医生 过去亚洲的我们的节目 给我们分享很多宝贵的经验 今天 伯伯要请他来分享 我们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这个武汉肺炎 和我们过去SARS 在我们台湾 做成这个大家很恐慌 这个团阅病 带来的这个伤劲 因为SARS来的时候 丹教授刚才在长庚医院 在做护医院 他那时候 抚击长庚的传染病的控制 真相公 把这个SARS 可以控制 丹教授你好 志祺人的影响 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现在全世界好像很坚重 为了这个武汉肺炎 疫情好像一直拼出来 一直拼出来 台湾现在我看出门 大家口罩挂得了 买无口罩 政府现在是说 叫大家按照身份证字号 去郵局 一百多次拼三个 全世界大家这样 金钟有金钟 但是有的所在也不真金钟 我刚才对以色列回来 两百多次我去土耳其 以色列月旦 没什么人在挂口罩 可能他们那些人 那些个案很少 第二个他们不习惯挂口罩 他们看到人挂口罩 他们都觉得怪怪的 我们团有的台湾处理的 都有带口罩 如果在挂口罩 他们都会 我过来跟你问 你是冠状病毒 你是不是中国人 我说没有 我是台湾 他们就比大头 说台湾赞台湾赞 你看这个 这个发展 差不多到什么程度 阿秋的国家的人 包括这个中国台湾 跟说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新加坡 泰国这些国家 和外国 这些过去都 都受到这个 三十的洗礼 所以大家都 更坚定 警觉性更高 特别过去的 吴小龙的国家 因为 经济的经济更好 而且他们 他们 政治方面 和经济方面 都已经独立主持了 所以 知道 知道 如何防患 甚至 在这个北人看到 有过度防卫的现象 其实他们知道 知道SARS的厉害 这当中 我有一个感想 SARS 为中国传出来 以后 全世界的主义是为外南 但是外南那时候 算第三世界的国家 他们的医疗和经济 也没有人独立 尤其在那时候 有 意大利的医生 在那 奥巴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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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巴尼在那 所以奥巴尼虽然 对整个边 也不说了解 是自己得到 不幸来犧牲掉了 但是我们知道 外南想炸 脱离疫情 但是想炸脱离疫情 他就是要求隔离 他要求隔离 在开放的空间 所以就这样 其他的国家 这已经 较接近 以开放的国家 就慘了 那时候的经营 刚刚的日本 还是韩国 他们没有30个经验 所以 定义30期间发生的事情 现在在日本和韩国 开始发生了 其他终杀的国家 政党都做得更好 特別是台湾 那是无反省 主要的原因是 台湾在终杀期间 有很深切的 还审 和改变 这是台湾人 驚慌的地方 就是说有吃到苦 就知道 不但说吃到苦 他知道 按医疗 要让患者安全的环境 所以整个医疗系统改变 我们有反省 对 瓶件改变 对 同时这个感染控制 对 现在各医院感控都比 最要紧的地方 对保養感控的人材 对 让他们薪水较好的台湾 另外对病院里面 安全的要求加強 而SARS期间发现 有部份 尊重部份的医务人员 照料料 所以他们感觉说 这个医疗教育要改革 对 所以有PGY1 PGY2 主任医师第一年 都得到各科 都去学习 对 这些 要做SARS医疗 有真正深切完整的国家 台湾是无反省了 所以今天是台湾可以去验证 按SARS还审以后的成果 有落实没有 这些是有整个落实 我们只事后数后 SARS 以后我们发表出来的论文期刊 在国际上 可能数量也是算数以数二 在我们高雄中间就有24匹 我现在找到的19匹 只有SARS 只有SARS 为疗病 为感管 为各科 为医院的安全 国家的安全 这些论文 我找到的19匹 但是我知道有下的24匹 比如说包括SARS期间 我们是有的患者要抵护我 就发生困难 对 那些医疗要怎么应付 我那时候就拜托我 在一个副教授去做 这个癫症患者 发生SARS医疗 他们无法抵护我 还是抵护我的困难 对他的病情的影响怎么 因为癫症你没接到水癌 所以知道 所以这只是一篇论文 所以他这个处理的方法 我们处理的方法 并做这个黄金标准 就是说当中的那时候 如果只有你们自己的便宜 就20多匹 如果全台湾超过100匹 不大 台大 至少是400匹 所以这就是说 我们有读到 我们知道要怎么处理 这次比如说外国很厚肉 包括最近国际十字 也是还有台湾的 在美国史丹佛的学者 也有读到台湾这边做到成功 就是比如说 通议的机会系统 建立发言人的制度 每天公布这个疫情 还有像资源的调度 口罩的供应 金支出口 都速度很快 隔离病床 我们上面也是 SARS那时候 我们妇亚病房也是不够了 不够了 结果是保障 对 国便宜都政家 平时没在行 现在就用到了 那时候基点基山便宜做万烈 如果大量爆发的时候 主定议院 主定议院 要怎么送 那时候你要做支援官 是啊 是啊 那时候都没有用到 也今天过 更重要 重要 我可能在这里一定要说 就是SARS基甘是阿扁的主政 早期是普逊座 所以那个阿扁的总统 感觉还有更好的人材 来处理SARS 所以那时候就換掉 李明亮 没有 成建人在卫生司长 李明亮大司级的出来阿丁 当时有三人 这三人 我刚刚其中 比较重要的两人 我没 所以 高雄中间 拜托我 我做一个沟通的管道 那当时是成建人 成建人做流病 然后一个对苏议人 做实验识的针团 另外一个邱议人 做行政政策的规划 所以用三人控制SARS 他们流下来的经验 让现在很好 陈时中 还是阿扁的时代 任命的副书长 主要 主要阿扁的用陈时中 他可以看出他这个人材 主要来自于 他爸爸 他爸爸是法律的教授 是阿扁的老师 老师 所以要来赏他的得益免生 就对了 他知道说 这爸爸教的孩子 绝对 绝对特董的 所以任命的副书长 大概 所有的蛛丝 马鸡 因果关系里面 都一直有 历史上的 布法可以追查到 是 这次 除了这个 行政系统 是有经验以外 这些監控的专家 像说张尚淳 他们这些 有人都 SARS的时 都已经有 参与 所以他们不知 大家都 要讲起来 要说 架亲救手 还是说 其实就是说 对团严严 台湾已经是有自信 大家不慌亂 知道说应该怎么处理 中央和定的表现 主要是符合现代化的要求 里面就是透明 速度 因为速度也很快 每天都随应付 还有一个就是参与 让所有专家来参与 让民众参与 台湾在应付团严团来说 历数很长 我们已经是对清朝 到张立之地 这个传染病横行 但是西方的医学传进来 台湾开始扑灭这个传染病 到日本时代 日本人的教育 我们的团严病控制 成绩就很好 所以 其实我丁月拜也有在节目介绍 我们其实台湾有很多公共卫生的专家 还是医疗的人材 过去我们就在世界卫生组织 有扮演过很積極的角色 现在当然是因为退出联合国 这是政治因素 所以我们没有在世界卫生组织里面 不过我们这个对抗团严病的经验 是几百年的历史了 所以说起来 台湾人应该比较不用那边走 我们对我们自己 台湾的医疗要有信心 我相信台湾医疗的人材 公共卫生的分量 在世界上是说起来 数一数二 我们实在是败在枕头前 所以这边高尽危机 这个亚洲的国家里面 可能我们的表现是最好的 所以现在后面开始注意到这个事情 所以也有很多其他 这个较先进的国家 的这个 卫生官员 或是说他们的政府隔绍的人 开始在说 这实在是台湾 这么多保贵的经验 每个人的学心 所以这是丹高尽自己在这方面 过去在中间做的 你们这边中间 台北也是有 学习到高雄的经验 我看他们也是开始分楼 分层分级 这个动线管制 现在都开始在用了 所以这是 我们听很多朋友说起来 我们要注意 每个人对这个防疫 都有很一份自己的职业 就是要如何保护自己 但是对我们的医疗和公共卫生 我们要有信心 我相信说 以台湾一百多年来 这个对控团阅病的经验 我们是 不用想过 恐慌 我看现在有的 其他的国家 他们过去没赌到 我现在也开始在抢购物资 开始在囤货 实在说起来 没什么必要 就要经历到这个程度 我们再听一段音乐 我继续再来唱到感觉性 抬起头 天空就要亮起来 不要放弃你的希望和期待 夏漠中的一滴泪 化成雨中的湖水 真心若能被看见 梦会实现 手牵手 我的朋友 爱永远 在你左右 不要再恐惧 却不要放弃 这一切将会度过 因为你和我 才有明天的彩虹 才有明天的彩虹 耶 耶 耶 那尘埃 不会真的假的打败 你将会意外 生命的光彩 但也不想要不想 风雨过去那一天 那天 悲伤就要停下来 感觉你身边的爱 怕存在 手牵手 我的朋友 爱永远在你左右 不要再恐惧 却不要放弃 这一切将会逃过 因为你和我 才有明天的彩虹 我的手 握着温暖的火中 洒发一点光河热 就看到笑容 想见住我的朋友 爱永远在你左右 不要再恐惧 却不要放弃 这一切将会逃过 因为你和我 才有明天的彩虹 你和我 才有明天的彩虹 你和我 才有明天的彩虹 但是来的是 我也是高雄市的抗杀的指挥官 所以那时候 我都有做会对付团阅病的经验 丹教授 你刚才说到院内发生感染 长庚过去有经验 这边也有院内感染 因为医护人员要照顾病人 难免一定会有机会 比普通人容易得到传染 所以若院内感染发生 你的建议是什么 是这样一个医疗机构 好啊不好的 不是在看他事件有发生 还是没发生 因为中级病院 他本身是役中心的传染 但是我们的传扮人 他有交代 就是任何患者来 不能骨折 所以他不是说Tarsiary Hospital 就是第三级的后送医院而已 他要监护第一级的 这个传承来就要看 所以他监制这款第一级的基层医疗 跟地方病院 跟医学良心的任务 所以他看的传承良心很大 所以来发生事件的机会 绝对是比办理医疗机构更多 从全都看上多病人的就是长庚医院 所以一个机构的好迈 不是看事件有发生 还是没发生 是要看 它发生事件是有发生人处理吗 处理后状况没有 所以基本上 我们没人家 如果知道怎么做 有些人去对策那些的传承就不可以 我记得以前在高雄中间感染的时候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所有的传承就分楼 分层 分级 比方想严重的已经重生的 就在富亚隔离病房嘛 高度怀疑的就多一战嘛 还只要有轻度发育的就有另外一战 这样分级嘛 但是这款防疫的措施是 安病跟官方 比如说卫生局 共同上商量出来的东西 犯责和家修不一定接受嘛 所以很多人就走嘛 这个走我们知道怎么样 就是跟卫生局合作 人老跟健保局合作 去通知对方的病院 说这个犯责走他对他 要继续对策 所以那时候有的人掌握所有的犯责 在阴内的 在阴外的 阴外的还有一个接触的人 要怎么对策 所以完全就是说这个医疗机 还有的人跟工位的系统 官方的系统去结合作为 去处理这个事情 这是很成功的模式 我们看我们这次 中央也是这样 每一个个案 接触到的 追踪 隔离 自主管理 都按照不同的层级的需要 做得很完整 这是黄金准则 所以大概 我们的方心就是说 我们的染症感染 跟譬如韩国 其他国家发生的染症感染不一样 有很多事情 没问题了 我们接近的是日本 日本的染症感染 如果是有的人控制 所以日本跟韩国 不同的地方是 日本是电状 一点一点一点 这样发生嘛 每一个电状 有的人控制 韩国是几大片的嘛 对啦 中国又全国的嘛 中国是整个事都放好去 对啦 所以不同 我们可以更放心 刚刚我补充一个就是说 这个流行传染病跟中国的关系啦 在1998年 那时候我刚才做台映基金 文教基金的当事长 维托经营 那当时的 卫生局的台湾文物 塞料管 在那时候 我有整理一个就是 台湾流行传的历史 结果发现什么呢 台湾所有的流行传 都从中国来 当然近台有例外啦 比如说莱姆病 要用基因的追册 知道为美国来啦 这个新的 这个汉塔病毒 有可能为美国来啦 这这较高级的 这个新增的传染病毒 有可能为文明国家来 其他所有的 什么麻辣里亚啦 霍乱啦 鼠疫啦 天花啦 这都从中国来 中国流行 台湾就流行 所以什么情况 会比较厉害呢 乱世啦 比如说清朝末年啦 这个日本人来了 发现二次门啦 国民党照来 对 国民党照来 传两三八万人 对 李源社会出来了 台湾很有名的就是说 这个 憨肾病 背中 就是所谓的麻痕病 对对对对 麻痕病 完全没有这个病 完全没有 这完全为国来 为画面传出来了 就是憨人 所以 所以那时候台湾的感觉很大的安慰 就是说台湾两度 其实是三度 河南人也知名过 英国人也知名过 日本人也知名过 那特别在静台 那法电医疗的英国和日本 他们对感染的控制非常重 所以他们也知台湾的河南人 所谓热带病的会为中国生存 所以他们对中国防疫系统的建立 就很厉害 很注意 这台湾的经验是 历史以来就有它的恩怨 和它的英国关系在 这是值得庆幸的 对了 我们这次有的人说算好運 有就是说 以前这个 去年 要选举以前差不多半年 中国开始进入路客 没要让他们来这儿游浪 所以 减少很多团队 尚安台湾最大的礼物 对了 虽然说 影响到我们的旅游业 不过团队 我们减少很多来 是啊 最近让我们很烦烈的是台湘这个问题 这也是一个 我们现在很困扰 就是说 台湘当然去那儿做生意 有的是不得意 结果现在在那儿团队 团队要找到的机会也很多 现在要走回来 有时候有一些困扰 别别是如果说 带中国籍的 最近也引起我们台湾和中国的 这个关系 英语台湘 增加我们很多困扰 所以这个 这次 我想有来 给政府一个很大的欢声 是说 这个 对台湘的政策 到底要如何更明确 不可以像过期 动作磨磨磨磨 尤其是 马英九 他就是 这些都要把你打 打成功 这都跟国家就对了 什么犯罪 就没要犯罪 这对我们是很大的困扰 甚至最近有到这样 稍微看政府 我看索尊兄 一定有在说 要监督这个 憲保的政策 就是说 你如果都在那儿 只会打拼 走过来 这个憲保要如何来 照顾这些人 这也是我们很大的一个负担 所以 台湾和中国这个关系 就是这样一直理不清 我们要说 就是说 連丹丹兵也是同样 固固固固就对了 所以 这不是我们一个很大的困扰 所以丹丹兵是 对一个国家最大的考验 这是 现在是其中考 当然 到最后是其中考案 其中考案已经是 中完 第一名 但是 政治更是影响到 曝露这些问题 我很大的感觉 就是全世界在白公 切诊室的白名 白名我们知道 最多当然中国 韩国 伊朗 意大利 再来是对一个国家 你知道吗 一个就是 没有主的国家 和鑽石公子号 鑽石公子号 所以没有一个国家 要先认说 鑽石公子号是我的 所以在那些人 变化外租名 就对了 都种 切诊数 696 所以 全世界里面 就 大概 15名 所以 所以我感觉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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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用白国家 也没有白国家 WHO WHO 都放在中国 所以 你因为WHO 要看Data 你看到台湾 切诊数多少 你要为队看 为这样 疾病管主席 还有一个 对我们相当有算的 就是 John Hopkins 中央均识 是不是你的不好 中央均识 中央均识 有在通计 他从台湾出来 但是台湾是白在 白在买后 当然 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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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é 他 descent 输기로 動剪高 提前 是 玩 傳 co Frog 由 到 在WHO的台會說 跟那個主席說 主席 你真是全世界最危險的人 因為秘書長都坐在你旁邊 我是最安全的 因為 我都沒在跟他押手 他跟他押聲 他又說 如果叫我們的秘書長 中國很成功的 防疫很成功的 他說 我們乾脆 WHO的會 刷在北京開 不乾脆刷在武漢開 他說為了要建立 大家的信心 你秘書長常常跟全世界說 還沒有造成流行 還沒有造成疫情 他說這個秘書長實在是 說的會很不得體 結果泰國代表跟他押聲 其他開會代表大家唱到 在當地細胞 主要是這樣 這個秘書長 台灣人是說 吃人的嘴軟 拿人的嘴軟 他是中國支持出來的 沒有 他是這樣 WHO如果要高錢 是叫人口唆 他很怕中國不高 我對中國不高錢 中國不高錢 WHO是要怎麼經驗下去 那事情 沒有啦 相當有一種 利益衝突的事情 這 中國很害怕的就是 因為 這個秘書長的政治人 是香港的 那也是中國支持的 我記得那時候 中國 派去 WHO 做秘書長 香港的代表 也是把台灣 起伏很累的 他開會說 台灣為什麼不可以來參加 來賺錢 中國在照顧台灣 我們台灣人去那邊說 我們要參加 他說 我才不理你 意思就是說 你們台灣人的健康 我們中國來照顧就好了 如果照現在 我們台灣人就是沒有讓他照顧到 我們如果讓他照顧到 我們就慘了 應該是台灣 利用這個時間 來成立一個 Ariance 一個統統國 OK 比方跟美國 跟日本 跟韓國 自由民主國家 跟 同盟國 安心有醫力的 是去幫忙 對 合作 新 WHO 新WHO 對 WHO 醫療人權的聯盟 醫療人權 真的有在當時人權的醫療的國家 因為 中國其實他們就沒有當時醫療的人權 你看 是武漢會員的這個同盟 處理同盟 新開 還發電作 比另外一個 世界的衛生組織 新的衛生組織 現在美國也開始不晚了 美國就在搶聲 說 你信用你中國的data 數據都騙人的 我給你害死的 對不對 所以 說起來 我就說 我們台灣以前 DWHO 我們也貢獻很多 人口捷運 寄生蟲 公共衛生 團燃病的控制 精神衛生 其實我們都有全家 又 瘧疾 我們台灣是 全世界抗瘧 把東西撲滅 最成功的國家 這都對 其他第三世界的國家 是很有幫忙的 所以這邊 說不定 如果這說 一個 危機也是轉機 還是說 這是一個不幸結果 有可能對台灣 天堂是一個好 結果也不一定 就是說 如果真的有實力 表現好 我們對人民的健康有照顧 全世界看得對 對台灣 大家還會重心 他們是這樣 整個國家都產生危機 如果是要抹黑台灣 對啦 中國就是這樣 中國現在 也要抹黑 米公 米公的 米公的 台灣的改造隊 對嚴重武漢肺炎 病毒 當然是 大家也知道是從這裡出來 好 我們再來聽一段音樂 再來繼續 我們來聽一段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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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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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仿造義大利的名牌包 我們知道義大利是世界的精品店的一個很流行的 領先的一個國家 他們有很多好的皮革製品 或是說服裝 都是世界的名牌 我們知道中國人就是最好仿造名牌的 我們做也是最好做生理的中國的生理人 所以幾六萬中國人在義大利做生理 義大利為了賺錢 不去賺錢 所以這些文鳩人他們在古靈年春節都回到中國過年 過年之後 要讓鳳城以前他們就回到義大利了 雖然到文鳩也去讓鳳城 但是這些人已經回到義大利 所以現在撞到整個義大利 我們要求就對了 伊朗也是一樣 為什麼有人想說 他在這個阿拉伯回家的國家裡面 伊朗最嚴重 伊朗就是我們過去這十年 和中國做最多生理的阿拉伯國家 為什麼 因為伊朗去美國把他禁運 把他制裁 因為伊朗要發展這個核子武器 美國把他禁運 用經濟制裁 所以伊朗沒辦法就是 晚上都找中國 不自由 頭不自由給中國 甚至 中國去那裡投資很大 一帶一路 要在這個中東地區 阿拉伯地區 都利用伊朗 甚至伊朗在支持這個 很多阿拉伯世界的武裝武力的 建民的這種力量 中國都在背後在提供武器 所以中國和伊朗的關係很密切 結果這邊就是有哪兒 武漢病毒他們最嚴重 所以我們看出來說 南和中國走越近 這邊都遭殃 韓國和日本在阿州 就是有哪兒 最過的 最要賺中國人的錢 所以日本和韓國 都沒有董 中國的觀光客 我說我們台灣的福家財 就是他們自己董他們的觀光客 沒有給他們來 所以我們前面就免於災難 所以這是說 在這個中國是世界的傳染病 的輸出大國 他雖然說他是一個經濟大國 但是其實他是 很多基本的醫療 還很落後 還追蹤很少的地方 所以發生這個 這個檢驗中的 團燃病含共共衛生的問題 到現在中國政府自己不勝任 世界衛生組織 竟然又幫他學會 說他們做得很好 所以這實在說起來就是說 現在世界衛生組織也很墮落 所以我們剛才 彈教授說 應該還有一個新的 比較重視人權的 世界上的 衛生組織來出現 這也可能是一個 很好的機會 不過彈教授 你對 我們在台灣的人 雖然我們現在不是很嚴重的疫情 不過 將來你的 預見 我相信我們這邊的 犧牲不會比SARS更慘 應該這邊的比SARS更近 因為我們大家非常有驚訝 不過現在防疫就是說 大家要自己注意什麼 比較重要的 要注意什麼 我看大家 如果掛口罩 我看台灣可能全世界 有人比得最高的地方 大家都有說 但是掛口罩 最近有很多專家 有在說 洗手還比口罩更要緊 應該不是 所以大概是這樣 它的風險在哪裡 風險是對這個病毒的了解 還不是完全 很多問題 譬如說是我們做一個病毒感染以後 有第二遍感染到 很少的時間裡面感染到 現在有第三遍 有第四遍我不知道 重複感染 主要我們知道就是說 我們如果一個病毒感染 感染以後 差不多兩禮拜後 這個抗體就出現了 我們知道先出現的是 兩禮拜到差不多 兩三個月幾天 它會出Igm 免疫球蛋白m的抗體 這個兩三個月後 以後是出現Igz 通常我們如果你看病毒 有一個病毒 它是最近感染 還是說 孩子時代感染 那空體都在 我們就要去投Igm跟Igz 但這邊新的病毒 不用這樣 你投出來如果有抗體出來 就是了 因為那都是一兩顆月 所以我們知道就是說 你感染之後兩禮拜後 Igm不出來 三個月後 Igz出來 是怎樣 抗體都要除夕存在 它還會再感染 所以有人是反映說 他當時會抗一些RN的病毒 他會存在我們的身體裡面 最簡單的就是說 代宗泡診有沒有 那有病毒感染 那代宗泡診 你要治療用抗病毒的核一核 這病毒不是無意 它是密在我們的感覺 神經細胞裡面 OK 然後刺激而動又跑出來 所以這點是 你如果免疫力比較多 它就要走出來 對 這這 我們不了解 所以 對整個都不了解 另外就是說 感染途徑是知道了 如果是飛沫傳染 或者有一些是接觸污染的東西來感染 所以我們就要緩緩了 因為 另外一個 的確就是說 他沒發生 我們會感染 雖然 雖然 去到武漢肺炎病毒的人 87%都會發生 但是他的感染度不是發生的時候感染 他還沒發生 他就開始會傳染 所以 如果走路走 你根本不知道 那個人是會感染還是不會感染 潛伏期還是症狀很輕微 也是會感染 所以普通感染的原則 這是由他輝航的準則來 所謂近距離接觸 長時間的紀錄 接觸 他的定義是說兩公車來 十五分鐘以上 就算有可能去感染到 這個感染有的人有症狀 有的人沒有症狀 主要是跟病毒的濃度有關的 譬如說 你如果做醫生 這個環節危險 你不知道有病 你要插管 插管噴出來 病毒的量是非常的大 你如果說 他講話噴出來 你要去感染中 電腦比較小 但是什麼會比較危險 譬如說你吃飯 我們有那個 整個火 做會吃 做會吃 不然公開 不用公開 那種的病毒的量 比你說去飛沫感染 更加快 比你說去接觸到周面 人家來感染的機會 更加快 所以 這樣啦 盡量避免去大庭廣眾的地方 盡量不必要的開火 密閉的地方 我們盡量買 可能我就是 你萬人敢 不知道他來你的人 要刮口罩 譬如說 老公子沒做會 你就知道你沒很安全 你還沒接觸到 你刮口罩多刮 對啊 你刮的那種什麼 刮的就奇怪了 你都知道 他們先生就在病院上班了 他回來 他們帶來他們說 你想要刮一下 好 我盡量稍微隔離一下 這是 所以你 如果說 跟來歷不明的人 接觸 就刮口罩 包括在公車上 捷運上 現在中國來的 我們就比較注意 疫情比較高的國家 自己感冒 要刮口罩 有我們感冒 你也想 就是這樣 所以 其實原則最簡單就是 保持距離 隔離 再來就是說 降低風險 出國回來 趕快洗手 洗手 要知道洗手的步驟 我們電視電管都在教大家 還要緊 就是 手不可以這樣 麵蒙來 對啊 也要黑白蒙 這日本的研究 我做的就是 跟孩子 其實我們都不注意 我們一個人 正常的人 會蒙面 差不多30 30到50 這蒙 蒙去蒙就平康 有的人還會去 黑蒙康 還是做眼睛 就對了 這是為所有流病的調查裡面 去知道說 這樣會對 所以 這是這個病毒的特徵 因為 病毒 它是為爺婆來 為便服來 便服就有便服的個性 跟那個 那個 30個 一定不一樣 它的兩個個性 但是 這個 從便服來的病毒 它的特性 我們還沒有完全了解 它可能跟那個蝙蝠一樣 我們會覺得很陰險 很 密調 也是很神秘 我根本不知道 所以 可能 沒有很好的治療方法 出現進境 疫苗出現進境 還是好好的 預防 比較重要 不要去調調就沒事了 不過我們現在跟我們說 如果調調 實在不要太緊張了 趕緊就醫 以台灣的醫療水準 這個病毒目前來看起來死亡率還很低 因為台灣的醫療 你如果去醫學中心 每次都有法度處理 因為 雖然說是支持性的療法 現在死亡的個案通常都是年紀大 本身身體比較衰弱 本來就有風險 還是慢性病 他有其他的病 對 像說他有糖尿病 有心臟病 或是說他本來悲哺的問題 有癌症的病人 這種風險就比較高 所以 如果真的本來健康的人 其實 說起來 冠軍治療 找好的病醫 就醫 以台灣現在的醫療主管 醫療的水準來說 這個病醫 其實 他的死亡率比SARS更低 所以 大家也不用太緊張太煩惱 我們的COIN的電話 0800529529 0800529529 0800529529 如果說聽眾朋友 對這個問題有關心 想要請到 譚教育、譚醫師 不用客氣 可以卡這個電話 譚教育 你 在上面SARS那時候 看這次兩邊比較起來 你感覺起來 將來這個疫情的發展 我們SARS那次全國差不多是 八十幾個個Case 不是 七八十個 對啊 這邊我看是 不會那麼高 雖然有可能感染到的 會比較多 不一定 因為SARS那時候 發生比較會感染 所以 比較好注意到 如果有發生 我們就 現在這個有的是 不然症狀就會感染到 會傳 所以 可能更快 縫肌 對到 不過如果治療 我想效果是 比SARS比較好 應該是這樣 對 你看起來 目前台灣做到這個程度 有什麼建議 可以加強 還是 你覺得我們政府 在什麼方面可以做得更好 我相信做得很完美 主要的原因就是 就是說 有院內感染 可以控制 這是最重要的 對 即使社區感染 一顆一顆 都 都有人追蹤出來 這相當了不起 如果有人 圓頭查到 圓頭查到 然後 應用的人 可以隔離 隔離 不能要 要這個 這個 主族去管理 還是說 個人要檢驗的 Case 檢驗當中 你要先 個人主族管理 這 這做得好 我看就沒什麼問題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好 所以 這樣 跟我們 觀眾的朋友 大家 應該是比較有信心 大家心頭了 聽 相信我們的 醫療的品質 還有我們的 政府 這個 衛生的官員 的經驗 我們應該對這個 新冠狀病毒 這個 武漢肺炎 注意 風範 但是 不用最緊張 有一通電話 不然我們聽一下 來 請你講 喂 請你講 喂 你好 是 因為我 我那個 其實 欸 就是 之前 大概五六年 七年 七年了 有 去榮總 住院回來 都一直使用炮枕 那個是 怎麼 行程 我為什麼 之前我都不會 誰炮枕 現在都誰炮枕 那是 跟武漢會組有沒有一樣 那是 換季的時候 一年都要 兩遍 三遍 病毒好像都在裡面 之前我都不會 之前都是 從來都沒有生過炮枕 為什麼 那都五六年了 六七年 有 每次都是 都是這樣 還會生那個肉粒 那什麼 那個 那個 人說 染酸肉 都是 都是那個 那是 吊點滴 才會形成這樣 或是什麼 我不清楚 點滴是無關的 好 我們簡單回答一下 對 我們所謂的炮枕 大概分幾種 我們看的就是 單純性炮枕 這常常在水口 水的附近 發生 常常在 比較緊張 如果沒有睡覺 是 還是身體 剛才有感冒 身體低空 比較少 他就 問出來 大概這 是單純性炮枕 不是武漢會 沒有啦 差這個 那不一樣 另外一種 不用擔心 對 時間的關係 那是怎樣 那如果是 病毒 一種 比較慢性病毒的感染 那有 那都在 阿嬤棍 附近 對對對 那給皮膚科 看 那有的應該 燒掉就好 這不是武漢會員 沒有啦 那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那都是 極限性 在皮膚的 病毒感染而已 OK 好 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到這裡 謝謝咱教授 謝謝 謝謝 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